因為路草山是一個蠻鄉下的地方啦 所以 他這一個地方是三合院啊 他其實有各種方形啦 有背包、雙人、六人好像都有 我要走了耶 家裡就沒人了 你要好好住家喔 知道嗎 這要點喔 這才讓我意識到 有時候當自己一想放棄時 不是真的到真正放棄的時刻 這樣多少 6 6 所以我們要體驗這種 這種的那個自由時代 跟自由的生活 我覺得 我也是這樣 好熱啊 大家早安 我現在人在路草 那這間民宿呢 晚點我再跟你介紹一下 然後我要先去吃早餐 因為這間民宿有提供早餐的餐券 然後阿姨還很熱情的提供他的這台 摩托車給我們這些土步來的旅客啊 可以直接在市區裡面移動 那謝謝這位阿姨 那我接下來就要去吃早餐囉 Go 經過一個晚上自己按摩與休息 舒緩不少腳底的痠痛 今天的腳步也感覺比昨天輕盈的許多 這才讓我意識到 有時候當自己一想放棄時 不是真的到真正放棄的時刻 只是自己疲憊了 沒有體力了 就先好好休息一下吧 等回復體力後 再繼續踏上冒險的旅程 好那我接下來要準備出發了 那在出發之前呢 想跟大家介紹我 昨天晚上住的地方 那叫做柏安居民宿 在路草的地方 因為路草算是一個蠻鄉下的地方啦 所以 它這一個地方是三合院啊 它其實有各種方式啊 有背包 雙人 六人 好像都有 因為我昨天 是禮拜 三來到這裡 所以 可能是平日的關係 所以我就一個人包場 那我覺得這裡的 公共衛浴設備啊 其實 比我想像中的還要新 對 看起來就是有重新整理 裝潢過的 所以 那這裡是採用 公共衛浴的部分 除了一般住宿的地方啊 也有提供一個 交宜廳啊 雖然我沒有使用到 但是我覺得也是一個蠻細心的地方 也有提供一些 茶包啊 飲料 然後 最最最最 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 是 阿姨真的很熱情 喔 而且還有一隻小黑狗 它入鏡了 好 剛剛 我繼續講喔 阿姨就 蠻 真的非常的熱心 就像我是徒步環島來的嘛 他會關心我說 欸 他一定知道我走的蠻累的 他真的 他原本也很貼心的去買了 兩粒水煎包特地給我們這些 蘑菇環島回來的旅客啊 但是 可惜那個水煎包是昏的 我不能吃 但之後 阿姨啊 他就拿了一顆橘子給我 我也把它當作晚餐 真的是 阿姨超照顧我們這些旅客的 接下來呢 我就要走去嘉義市區 距離大概只有18公里 所以我今天還蠻晚才出發的 我現在時間已經 十點多了 那我就一路慢慢走 慢慢拍 這樣吧 好 我要走了耶 家裡就沒人了 你要好好過家 知道嗎 這叫點頭 太可愛了吧 好 那我就準備出發囉 發現 那這隻三合院的狗狗 是要幫我帶路嗎 我走出門 他就一路走在我前面 還是只是要上廁所 在休息的過程中 讓我想到待在路潮的時刻 除了熱情的民宿阿姨 還有早餐店的老闆 他幾乎認得每一位來的客人 也會主動關心首客的日常生活 我想這就是鄉下的人情味 這是我平時在都市生活 難以體驗到的溫暖 明明沒有血緣關係 都還是會去照料周遭的人 這種特質 不管是民宿阿姨 還是早餐店老闆 都所具有的 或許這就是鄉下的小村莊 才能夠產生的情感 這讓我徒步旅程中 感受到更多不同層次的羈絆 而在接下來的路上 想到又讓我遇到熱情的人們 你用走的 真的啊 真的啊 用走的 真的假的 真的 我帶你過去啊 我等下要去市區啊 我看到 好像有一個背背包的 應該也不是等公車的 不是不是 啊 真的不用嗎 真的不用 謝謝 現在中午耶 正熱了耶 OK啦 每幾天也都這樣 真的不用哈 真的真的 好好好 謝謝 拜拜 拜拜 看來剛剛那一位大哥 也是 特地繞過來 看我怎麼會走在這種地方 然後一直 跟我勸說 真的不用搭便車 我也要到嘉義士區耶 謝謝你啦 司機大哥 雖然不知道你會不會看到這段影片 環打 對啊 在突破環打 謝謝 謝謝 手捲不用了 因為我吃素啦 不用我吃素 好謝謝你 拜拜 謝謝這位姊姊 之後又有兩位熱心的大哥 詢問我要不要搭便車 好不然我帶你到水箱 不用不用不用 好謝謝你喔 謝謝 謝謝 你是台灣人是不是 台灣人啊 台灣人 好謝謝你喔 拜拜 對他們來說 雖然只是順路 但對我來說 感受到的是 滿滿的熱情 除此之外 也有收到哥哥姐姐們 給的補給 他們也都是特地繞回來 給我加油鼓勵 小小的舉動 就讓我心中有大大的便宜 我前方有一根頭紅的 那裡就是嘉義北緯23.5度的交界處 那等一下呢我會去那裡走走放旺 休息一下 我快到了 剛剛坐在這裡啊 那個姐姐啊 除了給我這兩瓶速跑之外啊 之後 我想說這樣其實就已經夠了 我已經很開心了 那沒想到他又送了我上課茶夜班 來啊 哦 各位坐在名字裡面也可以 這樣多少啊 不用 不用 謝謝你 不會不會不會 你不要體驗這種這種的自由自在 一個人走的生活 我覺得 我很欣賞 啊 謝謝 啊你開始要不要說 不用不用不用 夠夠 謝謝 我也不要這樣說 加油加油 好 你的人真的你能進入 對 不然我可以完成這個旅程 就把這一路 遇到的事情都記錄一下 分享給真的 觀看我 團島記錄的 我就帶大家看一下 這裡空拍景吧 那這個景點呢 其實大家可以來走走放放 帶小朋友來認識 就是這裡的一些科學知識吧 北迴館啊 裡面都是免費參觀的 大概可以在裡面走個 一兩個小時 應該不是問題 那因為我上次來過了 就沒有進去裡面走了 所以 那接下來在這裡休息一下之後呢 我就要繼續前往到嘉義市了 我上次來嘉義啊 不知道嘉義市區還有這個地下道的選項 所以那一次就笨笨的騎那個U-Bike 上這個上面的高架橋 那時候這裡快累死了 所以那一次的經驗啊 我現在就知道說可以走地下道 然後不用走上去那個天橋 不然 徒步一定更危險 好那我人已經差不多到目的地了 我今天總共走了 大概20公里左右 我現在終於走到嘉義市區 突然覺得哇 人怎麼這麼多 然後車潮也這麼多 認識太子沒有走到市區 會有這一種錯意的感覺 那等一下呢 我要入住的地方 是在文化夜市的附近 那裡有一個背包客帳相當的便宜 然後希望呢 可以遇到其他的旅客 這樣我都可以把 旁邊這一袋餅乾給分出去 那沒意外的話 明天也算是我的休息日 我會在嘉義市區休息一天 那在這段期間 我可能就會整理我的影片素材啊 所以我們還蠻佩服那些 可以邊環島邊剪影片 上傳影片的人 他們真的是太厲害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 如果有什麼環島相關問題的話 也可以歡迎隨時來視訊我 今天就這樣囉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看到你了 哈哈哈哈 然後來我就買了一個 黑叉 手叉椅子 這次來是厲害的 你給太多了喔 你給太多了喔 這個超好吃的 這是我最好吃的 那個 糟烤 欸 不會太補烤了嗎 真的啦 天啊 謝謝你的補給 拜拜 拜拜 然後我現在 住在這間 在寶克棧啊 第一次遇到了 一樣是跟我一樣的徒友 然後是 他說 龍哥 對 還有阿七 但他不是徒友 龍哥他是 從新竹出發 對新竹出發 我是從台南出發 那我們明天就是 也要各奔南北了 各自離開了 對啊各自離開 那應該總有一天 我們還會在 東部見面 應該會在東部見面 就期待那一天再見面了 好啊 除非我們見面就是有人 放棄 對 好 希望下次那一天 可以再見面 那先跟你說 拜拜好了 拜拜 因為我明天還要很早出發 對 我應該可以送一番 對 如果你也想成為 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 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